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6月1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网播报 我是Jennifer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今天访问乌克兰 表示加拿大将再投入5亿元 帮助乌克兰军队反击俄罗斯的入侵 包括提供更多武器 特鲁多这次对基辅的访问并未公开宣布 他站在乌克兰总统身边宣布了这一消息 以显示加拿大对该国对抗俄罗斯的支持 有机箱表明 七代已久的春季反攻可能正在进行中 特鲁多说 加拿大将参与多国训练乌克兰战斗机飞行员 并加入一个帮助维护坦克的小组 同时提供数百枚导弹和额外的弹药 他还宣布 现有的援助将帮助应对乌克兰南部一座水电站 本周倒塌后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 特鲁多还宣布 对涉嫌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24名个人和17个实体实施更多制裁 在与泽伦斯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特鲁多表示 乌克兰的斗争对所有民主国家和维护国际规则都是重要的 这是自俄罗斯于2022年2月开始大规模入侵乌克兰以来 特鲁多第二次对这个陷入困境的国家进行未经宣布的访问 特鲁多上一次访问乌克兰是在一年前 他在基辅重新开放了加拿大大使馆 并自战争开始以来首次亲自会见了泽伦斯基 神童Anthea Greece Patricia Dennis 将于本周六成为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大学毕业生 年仅12岁 这个年龄的大多数孩子更关心在课间休息时 是要看电视还是出去做运动 但Dennis正在努力获得沃泰华大学的生物医学科学学士学位 Dennis在9岁时就开始了这个项目的学习 跟随他母亲Johanna Dennis的脚步 Johanna Dennis拥有多个学位 现在是一名法学教授 我也会为自己感到高兴 而不仅仅是为其他人 我为自己能走到这一步感到自豪 尽管像我这样的人遇到了很多障碍 Dennis在一份声明中说 Dennis的母亲说 他在女儿两岁半时就意识到他很特别 我对同样年轻、有天赋、聪明、有才华的人的建议是 不要让别人的看法阻碍你对自己的期望 他说 Dennis大学生涯的一大亮点 是完成了一篇40页的关于小脑关系功能活动的论文 小脑是人脑中负责协调平衡和运动的部分 暑假过后 Dennis计划继续攻读研究生 他的前三名候选大学是迈吉尔大学、多伦多大学和伊利诺伊理工学院 他有兴趣研究研究小脑的功能活动 我可以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完成某个成就的人 这让我很有动力 你知道能够像其他年轻、有天赋和才华的人展示这样的事情是可能的 你可以克服这些障碍 这一直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他说 可能很多江南大人都不知道 在最近通货膨胀激增期间 借钱买东西实际上比一年后再买要便宜得多 这是因为经济学家所称的实际利率是负的 然而现在实际利率开始上升 可能很难说服那些为新增加的抵押贷款 而苦苦挣扎的江南大人 认为他们借的钱是免费的 本周三、6月7日 加拿大央行再次将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至4.75 其基准利率仅略高于当前的平均价格涨幅 央行副行长保罗·伯德利 周四在卑诗省大维多利亚商会发表讲话时表示 自上时级90年代初以来 世界各地的实际利率一直在大幅下降 根据伯德里的说法 这种情况可能即将改变 不仅是在通胀得到控制之前 而且会在长时间内发生变化 对很多人来说 实际利率这个概念不太容易理解 但加拿大央行顶级专家斯蒂芬·威廉姆森表示 实际利率与民意利率之间的差距对储蓄者、购物者和借款人的福祉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为了帮助解释 他用了苹果举例 威廉姆森举例称 我们只是在交易苹果 假设我今年借了一个苹果 一年后我还你一个苹果 那实际利率就是零 换句话说 尽管在新的苹果季节到来时 你必须用另一个苹果来替代 但从实际意义上来说 整整一年里 这个苹果对你来说是免费的 通常情况下 这不是我们认为世界的运作方式 但在去年秋天利率如此之低的情况下 以大约3%的利率借钱购买一件家具 或者即使以10%的速度膨胀的杂货干货 在货架上保留一年 实际上仍会让你赚到钱 用苹果的比喻来说 这有点像是现在借了一个苹果 然后还回去时被咬了一口 那是一笔划算的交易 威廉姆森在一年前的另一次采访中说道 我们应该疯狂借贷 这正是人们所做到的 以低利率借钱帮助将房价推高到难以承受的天文数字 使加拿大的消费者债务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 当时威廉姆森预测 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下去 事实也确实如此 正如伯德利周三所解释的那样 近30年来 加拿大央行一直不必担心通胀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开放 全球化 婴儿潮一带的高储蓄率 以及日益家具的不平等使得富人可以投资而不是消费 这意味着到2018年 实际利率已经降至零以下 但由于包括COVID-19大流行和俄乌战争在内的一系列危机 通货膨胀似乎更加棘手 要把它降到2%的水平将更加困难 威廉姆森表示 自1991年开始设定通胀目标以来 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 通胀利率从未持续高于通胀目标 威廉姆森表示 当涉及到抵押贷款时 上升的实际利率会产生类似的影响 他还表示 购买房屋的成本不仅仅是我们支付的金额 还包括所有的利息成本 因此如果实际利率更高 就购买力而言 您在偿还抵押贷款的过程中 会支付更高的实际金额 您将不得不牺牲更多的原始购买力 否则您本可以用来购买其他物品 他进一步称 这对江大人来说是新的痛苦 他们支付的抵押贷款实际利率很低 同时看着他们的房地产资产升值10%到30% 他说这是一笔很好的交易 这位西方经济学家表示 展望未来 如果你预计 未来一年通胀率将降至3% 甚至更低降至2%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实际利率 博德里在周三警告说 一旦通胀得到控制 实际利率就不一定会回落到零 相反 随着婴儿潮一代在退休时消耗储蓄 中国人口增长放缓以及受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 创新推动的企业寻求更多投资 全球储蓄可能会下降 从而在长期内推高实际利率 对于经济学家的这一解释 咱们加拿大的小伙伴们可不淡定了 纷纷在评论区留言 发表自己的看法 一位网友说 这不会影响到富人 但会伤害到中产阶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怎么回事 提高利率不是一个解决方案 银行不应该如此随意地放贷 现在每个人都在为此付出代价 另一位网友说 请告诉特鲁多和方惠兰 我们手里的钱一点也不自由 买东西怎么可能是免费的 通货膨胀是政府应对COVID 而采取的拙劣政策的直接结果 不仅是我们的政府 还有大多数发达国家 不幸的是 我们的政府像绵羊一样跟着别人走 还有网友更是气愤地说道 没有感觉到 这简直是一派胡言 没有什么是免费的 不知各位观众朋友们 又是如何看待经济学家的这一解释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畅所欲言 根据2023年的Instagram数据 Great White North 加拿大被列入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之一 据Vancouver is Awesome 报道 旅游公司Titan Travel 分析了来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 目的地的Instagram数据 以确定游客和居民认为最美丽的目的地 印度拥有德里和梦买等充满活力的大都市 南部海岸线上棕榆树环绕的海滩 以及太极林等标志性建筑一日 未居榜首 获得超过2.19亿个帖子 专门介绍该国令人惊叹的美景 日本紧随印度未居第二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惊人的1.64亿张图片 这个国家拥有令人惊叹的自然地理环境 包括令人叹为观止的富士山 以及充满迷人的流行文化的繁华城市 例如时尚爱好者的圣地东京元素区 意大利是欧洲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 在Instagram上发布了超过1.59亿个帖子 几身前三 这个地中海国家以其美食 时尚 和可追溯到几千年前的丰富历史而闻名 其迷人的海岸线和田园诗班的乡村 每年都会吸引数以百万计的游客 印度尼西亚名列第四 法国第五 墨西哥第六 而加拿大幸运的排名第七 此外 澳大利亚排名第八 泰国第九 土耳其挤身前十 意大利不仅是Instagram上最受欢迎的国家 还是谷歌上搜索最多的目的地 被评为最受欢迎的目的地 但世界第二受欢迎的目的地墨西哥 拥有更多TikTok观看次数 在综合社交旅游榜单上 加拿大排名第15位 伦敦获评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城市休闲目的地 在TikTok上的浏览量达到706亿次 在Instagram上发布的帖子超过1.57亿次 对于旅客兴趣增加的国家或地区 依次为里斯本 法兰克福和巴塞罗 其中里斯本的搜索量增长了500% 阿联酋的迪拜是TikTok上最受欢迎的城市目的地 TikTok浏览量超过1377亿次 以上就是本期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